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相对陌生的 但对于美国 俄罗斯来说 中国此番初次出手就能取得这样的成绩 实力确实不容小觑 对于中国高超音速领域取得的进步 有一个国家似乎不太愿意承认 在外界盛赞中国高超音速技术突飞猛进 张有所诚实 唯独他站出来泼了一地冷水 这种行径着实无法理解 据俄罗斯媒体眼影新工专家维克多·姆兰赫夫斯基的话称 中国发射的星空二号只是高超音速实体试验的一个开端 真正能够完成设计 试验到批量生产还要10到15年时间 以俄罗斯的研制经验估计 该武器得20到25年才能问世 中国将时间提前了10年 令人匪夷所思 让人觉得华天下之大忌的是 该专家还认为 中国这个首款承波体高超音速飞行器内部 应该没有发动机 只是依靠火箭的推力达到一定高度 进行策划接近目标 而这和苏联时期优其一项努如出一辙 所以很有可能是中国抄袭了该技术 与俄罗斯这般三岛崖的看法相比较 英国和美国嗅到了不一样的气息 英国媒体8月6号直接指明 对于高超音速武器研制情况 中国以前总是避而不谈 这是官方首次正式确认研发计划 中国这次试验的武器可携带核弹头 打击目标并突破反导系统 这次试验成功的背后 也暴露出中国在高超音速关键设备的研制实力 独立飞行 转身 策划的连贯动作 足以说明中国飞控 通讯 隔离及保护装置 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美媒则保持一贯强调称 中国星空二号项目是高度创新的 它的成功给美国制造了很大的压力 高超音速现有的发展水平确实值得重视 美国必须扎紧时间研制一系列传感器来应对了 但我国导弹技术专家接受官媒采访时表示 高超音速研制领域 美国起步最早 技术最为先进 而中国主要集中在火箭 航天等民用领域 完全符合国际法 美国大肆炒作 纯属无稽之谈 说白点 不过是为了要钱而已